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吳宗盛最早是西村上社 那成立于1900年 也是清光绪26年 那这是当时日本天皇 交五战争 中国战败了把台湾割给日本 那请日本的西村武士郎 来台湾进行一个上社 粮食啊 熔米盐 酱醋炒这些物品 吳宗盛当年是做最高级的食材 蒋介石他本身是凤化人 所以他很喜欢吃的 像宁波菜或是上海菜 那所以上海有一道菜叫一度线 那他里面一定要精滑火腿 那当时台湾根本就没有精滑火腿 那只有五中行 好的火腿是要成年的 所以上面会长了 差不多两三公分的黴菌 那必须要用银针 那插到火腿里面 再闻味道适不适合 在70年代的时候 我终于开始没落 没落之后 到我这边第三代 重新接手之后 我们还是有经营 一些少量的南北货 但是最主要 我个人本身很喜欢茶叶 所以我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喝茶 那喝了四十多年 那唯一有兴趣也是只有茶 1944年 东南亚跟西村商社订了一匹茶 那数量蛮大的 应该有几千斤吧 1945年二战就结束了 所以日本人撤退这声音就停了 所以五中行的餐库存留很多的老茶 在七八年前 叔叔说要把它丢掉 那因为太多了 也占满很多空间 那我们研究一下说先把它摆着吧 因为也可惜 那就试泡着喝 味道超乎想象 特别好喝 外国人喝咖啡 咖啡是称为萃取 那其实严格来说 茶也是应该是用萃取的 我们应用洋人的器物 也可以把茶萃取出很好的味道 也不完全说用传统道具去冲泡 那其实泡茶最重要是温度 骨是没有温度计 那所以陆于茶经会写到一肺二肺三肺 到三肺是腾坡骨浪是一百度 那一样我们如果用红西式的煮老茶的方式 它是透明的器具 你可以看得清楚它是不是沸腾 那另外它沸腾之后 它自然里面产生压力会往上升 所以它温度就会很准确 那在它萃取的过程中 时间你也可以很清楚地去掌握 熬煮出来的茶汤 跟我们中式的茶具泡出来的感觉 会不尽相同 那也可以喝到比较纯粹的味道 那我们中式的不是说不OK 是两个都可以去比较看看 我们中国人也说不要被限制 一定要什么道具去萃取这个茶 我发觉80年代以后做的茶壶泡茶的味道 都不像早期的那么好喝 那我就追根究底的这个原因 那自己我会去定制移兴的紫砂壶 那回台湾用材料 再把它烧制一次 把整个紫砂矿 该有的金属物质激发出来的时候 它表现的茶汤是很完美 从以前到现在参加过很多茶会 喝茶的过程中 不外放的音乐就是古琴 那喝茶要很严肃也禁语 或是讲话要讲到茶相关的问题 那这种茶会我觉得个人就很拘束 我觉得像欧洲人喝下午茶 他们听着古典乐很轻松 嘻嘻哈哈的很欢乐的感觉 像我喝茶一定是放爵士 或是古典 他比较不会注重 比较沉闷的音乐 我觉得我们做每一天喜欢的事 应该是快乐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